欢迎回到网络人生 我们常常会去牛排馆吃饭 譬如说像贵族市家或者我家牛排 那他们的消费方式就是点一个排餐 再加上自助吧让你吃到饱 那今天我们要去吃一间很特别的 它是排餐可以吃到饱哦 而且它还有其他周边的美食也可以吃到饱 那我们人今天在嘉义 这间是嘉义在地人蛮推荐的店家 我们去吃吃看吧 如果你也喜欢划算美食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开启小铃铛可以及时收到芯片通知哦 外观还蛮像王美强的 主打鲜切炙烧牛排 有两种汤品无限喝 这边有杜老爷的冰淇淋 总共有六种口味 这边有一些饮料吧 还可以泡茶 有六种可以选择 开吃了 吃好吃吗 带骨牛小排 哇看起来好像煎得很恰恰哦 而且啊我觉得这边好处是它有给一个铁板 不会说送上来然后就会变冷 如果你觉得太深的话 也是可以自己在铁板上面加热 我觉得这点呢是评价牛排管没有的部分 牛小排啊本身它的口感就比较有嚼劲 那重点是说它越嚼会有牛肉香出来 但是你们知道带骨牛小排啊 它好吃就在于它的骨边肉 哦这个筋好脆哦 如果你喜欢是有嚼劲的牛肉 而且越嚼越有牛味的朋友 我觉得这倒是蛮适合你的 我们来蘸蘸看它附的盐 我觉得蘸点盐更好吃了 牛肉真的还是要咸咸的比较好吃 而且啊我觉得它这个铁板的好处就是 你慢慢吃它可以慢慢帮你保温 我觉得这个铁板真的还不错耶 我们来尝尝看它的黑胡椒酱跟蘑菇酱 它的黑胡椒酱啊是比较温和的那种黑胡椒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牛排馆吃黑胡椒酱的经验 有些黑胡椒酱啊它都会煮的太辣太呛口 有时候都会把牛排的味道给盖住 然后它沾它的蘑菇酱 它的蘑菇酱啊是带甜甜的 所以你如果不喜欢甜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沾它们的黑胡椒酱 那你如果喜欢甜一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沾它们的蘑菇酱 这两个酱啊都是走比较温和的路线 让我们吃它的小战斧猪小排 哇我超期待这道的 这样子吃啊才有大腿吃肉的感觉 它的蘑菇酱小排啊 吃起来也是属于嚼劲的口感 但是啊因为它有肥跟瘦 所以并不会说整个吃起来是硬邦邦的 所以有一些部分吃起来是有嚼劲 但是有些部分啊是比较软嫩的部分 生菜其实煎得很焦香 不过啊我觉得它应该是没有调什么太重的味道 建议你们可以加点盐吃吃看 这个是沙朗牛排 吃起来它是带有点筋的沙朗 牛排啊还是要沾点盐比较好吃 我这边呢有发现一个很厉害的吃法 我刚刚在菜单看到啊 它竟然也有生菜 还有韩式萝卜 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来吃牛排吃到饱的话 会不会肉吃太多然后太腻 我们来试试看韩式的吃法 我们先把沙朗牛排切一块下来 然后拿一片生菜 这时候我们就把牛排放进去 然后再加点萝卜 再加点白香果切木瓜 这样把它包起来 这样包起来超好吃的耶 好解腻哦 而且它超像韩式料理的 但是我们的肉是用牛排下去包的哦 不是用五花肉哦 然后我们来吃它的鸡腿排 它的鸡腿排的表皮超级酥脆的 我觉得它们的鸡腿排 比刚刚的沙朗牛排还好吃 所以我建议啊 其实你们可以来点这个鸡腿排 再来吃它们的炸虾卷 跟炸鱿鱼 它们炸的还不错哦 没有那个油耗味 因为我拍摄的关系 所以放在旁边有一阵子了 那你知道炸物啊 最怕就是冷掉 然后吃下去的时候会有油耗味 但是它们没有油耗味 代表说油可能是用的比较干净一点的鱿鱼 虾卷 真的有虾子耶 你看得到吗 中间那个红红的那就是虾子 虾卷也还不错吃 不过我建议大家炸物来的话 一定要先吃 因为热热吃 一定是最好吃的状态 再来吃它们的大阪烧鸡排 我觉得这道超特别的 大阪烧一般就是那种面粉 但是它们是把面粉取代为鸡排 吃起来其实就是大阪烧的味道 而且你还吃得到美乃滋的感觉 就像我们吃鸡排 然后撒梅子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梅子粉鸡排 其实我个人还蛮爱梅子粉鸡排 吃起来就像这样子 甜甜的鸡排 但是它是大阪烧口味哦 创意料子 所以它是花生酱薯条耶 我吃过花生酱 其实印象深刻是在肯德基 因为之前肯德基啊 不是我出那种花生酱汉堡 然后吃下去其实也蛮好吃的 我刚才这间竟然也有花生酱薯条 就点来吃吃看 好特别的口味哦 我觉得它是比较像一道甜点 就是你如果吃完啊 然后可以点这道 它可以帮你解蜜 这算是别的地方比较少见的 这个是鲜虾洋芋沙拉 哇两只大虾虾耶 我刚发现它的虾子竟然有帮你播客耶 也太贴心了吧 这样就直接吃就好了 它的酱啊蛮开胃的 蛮解蜜的 那我们来喝喝看它的玉米溶汤 因为牛排店的灵魂 其实玉米溶汤是很重要的 那我刚刚看它的玉米溶汤啊 其实料还蛮多的 还不错哦 蛮浓雾的哦 再我要喝它们的罗宋汤 罗宋汤也还不错 就是味道啊是番茄味蛮重的 但是我觉得玉米溶汤我更爱 那最后啊我们就吃冰淇淋 跟大家做结尾吧 我觉得吃下来啊 我觉得如果你是不吃牛肉的人 可以吃他们的鸡腿排 鸡腿排真的表皮超酥脆的 还蛮推荐他们鸡腿排 如果你想要吃牛排 但是又不想要花太多钱的话 就可以来吃他们的沙朗牛排 那你如果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或一些重要节日的话 想要吃好一点的牛肉 或甚至吃鲑鱼的话 还有战斧猪小排的话 那大家觉得这间划算吗 排餐随你吃 而且其他东西也都现点现做的哦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和开启小铃铛哦 开启小铃铛可以及时收到 芯片通知哦 拜拜